国会大约40分钟前三读通过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防止网络操纵法案 国会是在经过两天的激烈辩论之后 记名表决 以72票赞成 9票反对 3票弃权通过了法案 共有超过30名议员 在这两天就议案发言 当副议长提出二读表决时 反对党领袖毕丹星要求记名表决 国会先以74票赞成 9票反对 以及1票弃权 2读通过法案 国会随即进行三读 共产党同样要求记名表决 国会最后以72票赞成 9票反对 3票弃权 3读通过法案 国会今天中午12点开始继续辩论 防止网络假信息和防止网络操纵法案 前后持续10个小时 2读通过ide